大家好,今天是3月23日 回到明報鋪上賣新激的時間 今天和大家看看美匯指數 昨晚聯邦儲備局已息 一如預期加了0.25 去到5厘 美匯指數加息後 反而仍然反覆偏遠 可能市場都會預計 未來加息幅度將會放緩 甚至可能看到 隨著通脹會有機會回落的情況下 美匯指數 會反覆偏遠 美金也升不到 暫時在技術上 我們看到美匯指數暫時 在這一刻就看不到向上 現在就慢慢墜落 再數下面的支持位 就要回到今年2月的低位 100.68 走勢上 是由 這個月的頂部 105.87慢慢墜落 所以在現在的水平 暫時來講 非美貨幣 你就不要沽它 不要沽它 那麼我們去看看 Dollar Yen 你看到Dollar Yen 都是因為避險的因素 墜落 日元轉強 落到今天 最低 130.43就是在支持位上 你可以看到 早前 1月16日最低 127 127.22 2月2日做12808 這個就是支持位 如果這個支持位 穿起來的話 你後市會再看深很多 日元會再升很多 然後 回到下一次 四月轉 你就應該去看 看128 128齊頭 再看下去 就是127齊頭 這樣看下去 因為首先 第一件事 你要明白 美元現在 都是向下跌的 日元亦都受到避險因素 美元下跌的因素 令到日元轉強 所以在現在這個水平 看看穿不穿這個位 但是你說 買美金沽日元 這個動作 在現在應該是不得住的 不可以這樣做的 所以變了看看他破不破這個位 破了這個位的話 我們看深一點的 看127 會有機會看回 127 這些這樣的水平 這個短期的頂部 就已經做了 暫時來說 就不值得去買美金沽日元 不值得去撈底 就是這樣 好不好 今天是這麼多 大家小心點 現在的美金 仍然都是偏淡的 沒得硬 他加了息 你都不可以說 美金會上回去 走勢上仍然都是受壓 就是這樣 好不好 今天是這麼多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留言給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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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